這裡可以逼大龍了呀,李寧 這一波松已經被抓了 有點小傷,不過我想了一下 李寧這邊敢逼大龍,傑斯兩炮 直接送李寧回家 真的,真的,兄弟們 別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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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 真別真別,真別 一炮,結束 這波李寧怎麼打呢 兩炮,回家 還行 龍又被尋 這個群熊拿了 也沒辦法,還是回家 我跟你們說,這波不是四打五 這波是八打五 則賽一個頂殺 這肯定不能打大龍的呀 這波打大龍不是送 這幾次怎麼處理呀 愛 兄弟們 我突然想了一下,是不是EDG的每一把 應該都是焦灼顯勝局和焦灼西敗局 啊 我仔細又想了一下 小粉 不是我今天看了場比賽怎麼每個隊都有我隊友啊 你們知道躲這個拍攝最好的辦法是什麼嗎 他拍攝之前會有人扛著一個大攝影機進來的 然後跟你說我們要拍攝 然後你這個時候直接進廁所裡掛著就行 不過今天這一場對於RNG來講 確實是市場硬漲 主要現在分不是很多 你知道吧 這個是最關鍵的 如果分多的話可以隨便 現在分有點少 雖然也沒到那種什麼0-9,1-8的地步 但現在5分也不能 也不是很穩 講實話 主教練最矮挺沒氣勢的 主要他還站得很端正 你們知道嗎 他想努力讓自己變高 但是好尷尬 就他一個人這樣 你看這個這個就真有氣勢 你看這個這個人感覺就是一個人在支配著5個隊員 對吧真有氣勢 感覺剛才那個是 感覺剛才那個是5個人的玩具 哈哈哈哈哈哈 蘇寧這邊一樓厄菲流斯的話 哎 厄菲流斯的話 外面還有什麼艾希啊 然後EZ這些感覺 不過厄菲流斯後期能力確實是蠻頂的 這裡直接選艾希 到目前為止沒啥太大毛病 好吧 艾希打厄菲流斯 這個對局 厄菲流斯前期是會很慘很慘的 艾希打厄菲流斯是很輕鬆的一個對局 主女是什麼意思啊 那這裡聚魔還在外面的呀 直接選主女是什麼 不是你這裡主女他這裡必聚魔了呀 好 這麼調皮嗎 主女輔助 主女加艾希下路 主女加艾希下路 不是那他主女先出的嘛 然後直接搬了卡爾瑪 把對線壓力比較大的輔助搬了 蘇寧這邊搬了手妖姬 那估計下一手蘇寧這邊還是要搬左翼不好打的中單 然後RNG這邊的話最好還是搬一手輔助啊 是的把塔姆搬了 那這樣的話這豬女就確定是 就確定是打輔助了 也不會有什麼上單豬女這種花火了 那這樣的話就還行吧 這裡兩邊選的陣容也都 看起來也都是自己想要的 RNG這裡先選一手豬女髒的一手巨魔出來之後拿蝦子打 但是我覺得如果既然這樣選陣容的話 先決打巨魔之前打過 不過效果 之前打的效果好像也不是太理想 這樣選也不錯 這裡直接搶到6打一波 鐵男直接沒狀態了 兩邊上單都是叫T上來的 那這裡又沒要的鐵男怎麼辦呢 一個EQ完了 這EQ本來是感覺能拉到的 所以放了這個Q 結果啥都沒拉到 就有點尷尬 這怎麼每一條路切過來都在被猛獅啊 咋回事啊 蛤? 三路都在被日嗎 這有點拔太推進吧 咦?這邊直接開先手 但是惡非流斯這邊交個進化 巴德帶門過來的一個巨魔 升6了直接吸 這裡是直接惡非流斯拿了個雙殺 那這 這惡非流斯加速發育了呀 這兩個人頭 這邊巴德抓完下之後又來了中路 怎麼說這裡 直接一個大招 小虎是有雙招的 先拿一個飛心 巴德的這個預判Q是起身壓失敗了 還好這一波小虎 還行吧 來了這裡 要抓左一嗎 但是巨魔也在旁邊 這裡兩個大招有點重疊了 看一下後續 直接交閃一個Q 把這邊左一收到了之後 巨魔就算在旁邊反蹲好像也沒什麼太大用 這邊豬女也是仙道 這個QW把巨魔打到半血 這裡 雖然說中野配合上有那麼一點點的失誤 但是幸好還是把這個左一抓死了 這就是燒粉嗎 這什麼意思啊 扛兩下塔把這個發條斷了 然後放了個先鋒 好騷啊 他憑什麼被塔打兩下還敢往這走呢 不會還給他吃了吧 哇 就我們說的直白一點 剛才那波巨魔都不算人的 他就算猴子能先動 但是那波巨魔就那個血 他不算人的 真的 感覺有點小慫了 過去打 其實這樣一場也是 猴子在線上消失了 在自己紅去也沒視野的情況下 哎 這是什麼動作 啊 啊 看一下這龍是誰的 交個閃 巴德再交個大 哎 這裡睡到了蝦子 但是蝦子正好吃了巴德一個大 這巴德大等於變相還救了一下蝦子 那這個龍左一這個位置有點燃的 怎麼說 掛上點燃A一下 還有沒有後續 沒後續了 那這龍最後還是給蘇寧拿下 剛才那波只能說 阿菲流斯運氣太好了 A人全是暴擊 但凡少出一個暴擊 這發條都死不了 這波是為什麼能開龍呢 因為抓掉了巴德 用了兩個大招把巴德抓掉了 然後這一邊 來包阿菲流斯 這裡 這裡 愛希先測是沒問題的 看後續 一個暴擊 兩個暴擊 三個暴擊 三個暴擊 百分之 我給你們算一下 黃叉加上無盡是百分之三十五 哎不對 哦對 百分之五十 這小小暴擊的我公司 剛才只有一個無盡嗎 百分之二十五的機率四槍爆三槍嗎 啊 那挺離譜的 兄弟們 那真的 那真的就是運運運氣了 那真的就是純運氣了 這波真的發條 哇少一個暴擊都死不掉 哎 這邊交了個表 交了表後續之後 怎麼說猴子來了 但是豬女有點難動 這邊蘇寧可以逼一下中路啊 看一下要不要放先鋒逼二塔呢 所以艾西還在下路帶 但是蘇寧這裡是選擇撤退了 哦 那這蘇寧給阿菲流斯拓發育 拓得好爽 這啥子 一個救助撒下來 這還不打嗎 要打一下的呀 巴德先開了 那這裡兩個串串壺一個Q 直接定住 哎沒定住 這邊鐵男士直接把猴子關了進來 這波關確實還行 但是在裡面打不過 出來了之後 發條一個月盼大招 但是猴子直接閃掉了 那這後續打來 RNG是有些難受的呀 被逼到了這個位置之後 然後 一個睡 我睡到了豬女 怎麼說要交閃嗎 不交閃還是很穩 這個艾西射這 剛給我解掉 哇本來要的就是這種畫面 你們知道吧 就是 我拿技能開了 然後對面拿技能解了 然後在對面技能沒好的時候 我技能好了 我再開一波 去這樣找機會 但是RNG23分鐘才想起來 這樣做 感覺太晚了呀 這邊 蝦子位置被抓到了之後 直接撤退 巨魔吸了一口蝦子 那這裡小龍跑怎麼跑呢 跑不掉了 這把自己賣掉了 那這邊大龍是沒有蝦子的 你看RNG怎麼應對 如果是鐵男把巨魔關起來之後 看兩邊的傷害硬搶龍也是可以的 怎麼說這邊豬女開進去了 但是後續是被 巴德大了兩個C 那這一波感覺不好打了呀 鐵男這邊把左衣關了之後 單吃了左衣 但是這裡發條和艾西怎麼操作呢 發條已經沒籃了 艾西還在射 還在射還在射 最後被猴子一棒直接送回家 這裡沒籃的發條 這波可以把我拿到射 有些什麼 那這波應該是 那這個趴是 這個趴是 那這個趴是 我看了 那這個趴是 那這波 那這波 那我看了 這波 那這個趴的是 這波 那這波 那這波 巴德是真的大打 RNG這邊雙C被打到了就沒什麼太大辦法 開到了巴德 用了四個大招還沒把巴德給殺了 三個打 到這裡 找了呀 因為其實RNG這個陣容早該這樣打的 就是早該不管你能開誰就一定要把團開起來才行 但是這件事情從23分鐘才開始做的話就完全沒辦法 這裡 仗著門牙塔一個R閃完了 感覺昏頭了 R閃還把人給送遠了 我們恭喜蘇寧 最後這一把還是 挺輕鬆的贏下來 按照猴子前妻的那個發育來講 鐵男就算邊線能帶得了 他也不能把線帶出去 因為正面蘇寧給的壓力太大了 而且俄菲流斯前妻的那兩個頭直接讓俄菲流斯加速發育 感覺蘇寧這一把 不過也確實打都打得蠻好的 最後MAP還是給了換手 因為我仔細又回想了一下 前中期的節奏基本上都是巴德和巨魔來做的